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就举行一次 而其实每一位运动员为了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都需要不停练习 希望在运动场上可以做出最好的成绩 而今次巴黎奥运的吉祥物弗里吉 也都很想为各位运动员打打气 但是它现在被封印了在这十一个体育图标后面 我们一定要成功找到正确的体育图标 就可以释放回弗里吉出来的了 各位小朋友 你准备好跟我一起认识十一个体育项目没有 那我们开始了 十一个图标都在这里 我们要找出第一个先 提示是 在灵营上面有两个拳套图标 中间还有条斜线分隔 小朋友找不找到它呢? 可不可以帮我指出来呀? 这一个就是奥运当中的拳击项目 和其他运动项目不同 奥林匹克拳击是有一套特殊的规则的 而且正是业余拳击手才可以参加比赛 各位小朋友 大家跟着我读一下先 拳击 拳击 嗯 读得几好吧 跟着我们找一下第二个图标 提示是 上面和下面都各有一套 浅色和深色的游道服 两边的线就代表着游道长 你又找不找到它呀? 是这个 游道选手的目的 是要将对手摔倒在地 用钉住的方式固定它们 或者用关节锁等等 迫使对手屈服 这个是奥运里面的游道项目 大家跟着Uncle Calvin读一下先 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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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都读得几好哦 接着下来我们要找的这个图标 上面和下面的运动员都有 有台拳道头盔和台拳道服 而左右两边就有代表着台拳道场地的线 大家找不找到呀? 是这个 台拳道三轮的比拼 台拳道 嗯 读得几好哦 我们又找下下一个图标先 提示是 有两个降龄形成交叉形 这个都几容易认啊 小朋友可不可以帮我指他出来呀? 在奥运会里面的举重项目 是分为两种动作 分别是爪举和挺举 而男子和女子举重比赛 也都会分为不同的重量级 各位小朋友 大家跟着我读一下先 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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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读得几好啊 跟着要认出的这个图标提示是 凌形入面有个圆形 代表着摔胶的场地 而左下和右上就是摔胶运动员的三 你找不找到? 是这个 奥运的摔胶分成两个细项 古典式摔胶选手 只是可以用手臂和上半身去攻击 对手腰部以上的部位 而另一项 自由式摔胶 就可以用腿进攻 攻击的位置 也都不限于腰部以上 各位小朋友 大家跟着我读一下先 摔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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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男女子的比赛项目其实都有些不同的 男子的项目就包括有 自由体操 安马 叼环 跳马 双降 和单降 而女子项目就包括了 跳马 高低降 平衡目 和自由体操 好了,各位小朋友,大家跟着我读一下 体操 体操 嗯,都读得挺好啊 跟着我们要找的这个图标 提示是 左右两边都有个球 旁边有两支棒 在外圈里面 还见到另外两支连着丝带的棒 小朋友,你找到他吗? 可不可以帮我指出来 然后释放弗里吉呢? 这个就是奥运当中的艺术体操项目了 艺术体操是结合了传统舞蹈和竞技体操 运动员会用四种工具 在配乐之下带来表演 是一项女性专属的运动项目来的 各位小朋友,大家跟着我读一下 艺术体操 嗯,都读得挺好啊 跟着下来的这个图标 提示是 有两个交叉摆位的长方形 中间有个十字 小朋友可不可以帮我指出来啊? 这个是奥运当中的弹床项目 跳弹床是要求运动员在弹床上面 跳出超过八米的高度 然后完成一系列转体 反弹和打关斗等等的技术动作 各位小朋友,大家跟着我读一下 弹床 弹床 嗯,都读得很好啊 随着体育界的发展 运动会也会不时加入一些新的项目 这个图标 提示是 一个圆形 有两条交叉的斜线 将圆形分隔成为四份 上面和下面都有一只运动鞋 小朋友可不可以帮我指它出来啊? 这一个就是今年新增的 匹力舞项目 匹力舞的比赛形式是一对一 运动员要在比赛里面完成自己的动作组合 跟随DJ播放曲目的节奏 来到即庆创作 希望赢得评审的投票 各位小朋友,大家跟着我读一下 读得很好啊 接着要找的这个图标 提示是 上面和下面都有一个五边形岩壁 而左右两边就有一些岩石 你找不找到啊? 是不是这个? 这个就是奥运当中的项目 运动攀岩 巴黎奥运分为两项赛事 分别有速度攀岩 以及攀石和难度攀岩 两个项目所组成的全能赛 各位小朋友,大家跟着我读一下 运动攀岩 运动攀岩 嗯,读得挺好吧 最后要找的这个图标 在两边各有半块滑板 而上面和下面都有个绿 即刻释放最后一个弗里吉出来先 奥运会里面的滑板项目 分为预赛和淘汰赛两轮进行 滑板选手在板上面 完成了他们最拿手的绝招 赛事是分为两个项目 分别叫做碗池菜和街头风格 各位小朋友,大家又跟着我读一下 滑板 滑板 嗯,大家都读得很好啊 终于,我们都找了十一个弗里吉出来啦 学了十一个奥运会当中的项目 大家都跟着Uncle Calvin一起再读一次啊 拳击 拳击 游道 游道 跆拳道 举重 摔膠 体操 体操 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 弹床 艺术体操 弹床 滑板 嗯,大家全部都读得很好啊 各位小朋友,大家都可以用心练习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任何事情只要多加练习 下些苦工都一定可以成功的 好了,多谢各位小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и下期再见